绷于知道为什么如今大家都对春晚小品嗤之以鼻了 看看现在小品的结尾 不管讲述的是什么故事 到最后总要一大家子去包饺子 反观以前的结尾 总是那么轻松流畅自然 回首过往 我们观看的小品以欢乐开头 以欢乐结尾 主打的就是扫去一年的疲惫 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彻底放松的享受快乐 可反观如今的小品呢 要么是为了上升价值可以制造煽情话题 要么是给观众灌输正能量弘扬新思想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 总是紧跟所谓的潮流 把一些十分尴尬的网络烂梗也都搬了上去 所以也就难怪网友们纷纷吐槽 如果今年真要是把科目三给搬上春晚 那真的没有要看下去的必要了 不得不说 就算是重播以前的小品都比现在新搬出来的作品强 以前制造烂梗 现在玩烂梗 而比春晚现场直播更让人一言难尽的 是台下坐着的一群观众 二十年前的观众席是这样的 二十年后的观众席反应是这样的 前后一对比 两者之间的差距简直不要太明显 2001年春晚小品卖拐的梗 时至今日都在坊间流传 黑土白云的故事也始终被观众铭记于心 台山鼻祖般存在的陈佩思 一句话不说都能都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 以前的春晚看一边看不够 等着第二天还要再看一遍重播 可如今的春晚呢 能坚持看完全成的都算得上是牛人 但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是 当初的小品常常被业内专家批评 纷纷认为他们就是在讨好观众 缺乏深度 甚至内涵大多为庸俗制作 而直到看到如今小品再也都不笑观众时 才终于意识到本山大叔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快乐不复存在 创新也一点都没有新意 大多数的喜剧人也开始逐渐摆烂 作品一上来直接抒情 感觉故事梗概都在强推着进行 反正最后都是一包饺子结尾 这也就难怪有人说出这样一番话 2024年春晚语言类节目 你看几个说的准不准完事 你怎么能知道 因为这里边有公式 首先来说咱说小品 小品里边演员的公式 我给你咔一套你就明白了 一般现在小品的配置就是这样 一个专业的小品演员 带上几个影视演员 再带几个歌手 再带几个都不知道干啥 但是火了得有流量的小演员 没错 第二个就是作品创作上的公式 基本上这个剧情发展都是 顺口溜加误会 加网络热词 加共鸣点加矛盾解除 加山情大伙哭一爆 最后咱一起爆脚 你就拿我这个公式 对照今天小品去看吧 你一看一个不知声